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天桃红莲菜市场 由一名往来新发地市场人员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 其活动轨迹涉及天桃红莲菜市场及周边 自6月16号凌晨2点起 广外街道乐城 鸭子桥 车站西街等 7个社区的居住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措施 当天 记者走访了广外天桃红莲菜市场周边的多个社区 在各小区外 快递车乘排的在小区门口停靠 快递员不断清点着即将配送的大量快递 因为快递数量的上升 现场有快递员使用推车将多件快递集中送至小区门口 没有封闭之前 这一天也差不多189天 昨天也多 昨天260天 今天18号 昨天晚上开始嘛 昨天晚上凭晨开始 但不是便宜吗 记者在现场看到 快递配送的货品中 米面油 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占了多数 没有的必需品就是必需品 没的 基本都是非 就相当于生活必需品 不封闭都是米面油 这一封闭更是米面油 那也买水的没有 那都没有水吧 此前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东商品交易市场 因发现新冠肺炎病例 市场及周边10个社区也实施了封闭管理措施 周边社区封闭后 快递业务量同样呈现上涨趋势 多辆快递车集中停靠在封闭社区外 由于社区实施封闭管理措施 快递都是由快递员送至小区门口 由民众隔门收取